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在2021年吉祥 幸福 安康 平安 快乐 满足以及好运气 之前呢 这次有给大家做魔法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视频 有给大家讲一些生活中的小魔法 希望呢 大家利用这些小魔法 让自己每天都在一个非常开心愉悦的很高的这种能量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那90天 我们会发生哪些好运气的事情呢 以及天使们会给我们哪些启示以及祝福讯息呢 让我们抱着一种积极阳光 健康快乐的心态迎接我们的未来 并对我们的未来进行运气上面的加持 让我们的好事情double 让我们的好事情更好 好吗 那期前呢 给大家洗好牌也抽好牌了 准备了三组塔罗牌组 每一组塔罗牌呢都是不一样的天神 再给我们做一些引导哦 左边这是第一组 第一组塔罗牌的天神 中间是第二组塔罗牌的天神 右边这是第三组 为了跟我们牌卡呢 做深入的连接 我们依然来做一个小小的仪式 并且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一定要多有一些仪式感生活呢 会更有乐趣 也会有更多更强大的意念与能量的 好 首先朋友们请我们来闭上眼睛 深呼吸 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 让我们在最舒适 最放松的呼吸上 把我们的肩膀往下沉 排出所有的杂念 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 亲爱的塔罗牌 亲爱的天使 请指引我未来90天 我会遇见什么幸运的事情呢 感谢你们的提示 感谢天使们的指引 好 当我们睁开眼睛 看见的那一位天神 或者是那个方向的牌卡 就是那一组天使 要给你的指引讯息了 就是未来90天 你会发生什么样的好事情 那我现在就开始 从左至右为大家读牌了 亲爱的选择第一组牌卡的朋友们 指引大家的天神呢 就是Brigid 她是一位凯尔特神话中爱尔兰神话里地位十分尊贵的女神 Brigid拥有多种能力 包括生育 死亡 农牧 春天 光 以及火焰 以及衣术 还有就是诗歌 它是永恒的圣火有所关联的 在每年的2月1号或者是2月2号呢 对爱尔兰居民来说 这是Brigid的纪念日 象征春天的开始是圣竹节 那么在圣竹节当天 大家都会在家里整理一年的蜡烛 并且会整理打扫房间 晚上呢会在家里点蜡烛 让蜡烛燃烧一个晚上 象征去净化与整节整一年 对爱尔兰居民来说 Brigid是非常神圣的 并且圣竹节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既然Brigid与你做连接 给你做指引的话呢 你记得在2021年的2月1号 或者是2月2号这一天呢 一定要在家里面打扫房间 如果可以的话呢 在晚上家中呢 可以点着蜡烛 那我们来清洁一下家里的空气 并且呢 也可以让我们净化一下 我们整年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去更新我们的能量 来迎接我们2021年的开始 我相信 Brigid会给你强有力的能量的 并且呢Brigid的引导你 他告诉你 你是有强大的内在的力量的 你将在未来90天回到整体 认识你是有潜力 是有才能 也是有力量的 那所以说在未来90天 你应该会发挥你的才能哦 并且你可能在未来呢 会为自己骄傲 会觉得 其实你是蛮有能量的 你会看清楚 你远比你自己想得更棒 你远比你自己想得更厉害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塔罗牌 告诉我们 在未来90天 大概我们会发生哪些好的事情 首先第一张牌卡是 在思想上面呢 会有很多的努力 会有很多的专注 那第二张牌卡就是希望 第三张牌卡是会有意外的money哦 然后我们的塔罗牌 第一张牌卡是愚人的正位 第二张牌卡圣杯六 第三张牌卡是五角星石 第四张牌卡世界 哇这张牌也非常棒 然后还有月亮 以及我们的魔鬼的正位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天使 给我们启示讯息是什么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塔罗牌 是非常棒 非常棒的讯息 在未来90天呢 你会有新的开始 你的思想上面 也会有新的感悟 会有新的一些顿悟 你也会有一些新的创意 同时呢 在未来90天 你会感觉到 自己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自己能是自由的 自己能是天真的 没有人去约束你 你想做什么都是OK 你的想法呢 也是天马行空 但是呢 是很有智慧 很有聪明的 于之前墨守成贵 那种想法呢 会不一样 你会有很多的 跳跃 会有很多的灵感 在未来的90天呢 是一种跳脱之前的一种 不太满足的这种状态的日子哦 你会尽情的享受你眼前这90天的时光 你会让自己的想法更加的open 也敢于去冒险 敢于去尝试任何的新事物 如果曾经你不太去收到别人的邀约啊 或者是不愿意去认识新的朋友啊 或者是不愿意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啊 你不再去拘泥于传统的观念了 你会让自己的生活呢 更加的丰富 那更加的浪漫多彩也会让自己随遇而安的 你不会有太多的功利心 也不会有太多的虚荣心 当然你也不会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 或者是让自己少跟社会接触 而是呢 即使你在家 你都会去看一些关于其他国家 或者是其他的财经啊 或者是世界的这些新闻 你会跳脱出你原来的这种思想的框架 思想的束缚 你将挣脱出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约束 这是非常棒的 你将感觉到有很多新的希望 有很多新的开始 有很多新的idea 而且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六这张牌卡呢 让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未来90天 你还会收到礼物哦 那同时呢 你也可能会给别人赠送礼物 那你会感到非常开心 并且呢 会建立很多美好快乐的回忆 那有的朋友呢 还会跟自己的前恋人 或者是前友人重逢 大家呢 会去进行一些沟通 或者是许久不见了 然后进行一些非常开心的面聊 那有的朋友呢 如果之前你有一些感情的一些悲伤 或者是有一些焦虑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未来90天呢 你会康复起来 你会觉得任何的事情都难不倒你 任何事情都会随着时间而飘散的 那最后呢 一切都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那你会在从中呢 也会吸取到任何的一些经历 任何的一些教训 让自己呢 也是在一个成长的阶段哦 同时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石的正位 那就是有财富进账啦 有的朋友呢 可能会很意外的收到别人的一副钱财 有可能是有的人如果久违还你的欠款啊 可能会突然还你欠款 或者是突然这种商机被你抓住了 那也会让自己小发一笔财富 或者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去进行一些打牌啊 或者是一些小赌移情的事情 那最后呢 有一些资金进账 但是这边呢 其实要给大家讲 小赌移情OK的 但是真的如果去赌博的话呢 真的在资金上面呢 会让你付出很多的资金去赌博的话呢 不一定你会进账哦 这一点要注意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赌徒的心态的话 你不一定会赢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五角星石这张牌卡 我们可以看见 诶 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商机 或者是有一些idea需要投资 但是呢 可能收到自己家庭的赞助投资 或者是收到投资人对你的赞助 看好你这样的一个创意 然后呢 你得到这个财富之后呢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并且还有可能你会去创造一个持久的事业 这是非常棒的讯息 那世界这张牌 当然就是愿望会达成啦 在未来90天呢 你也是精神非常高昂的 会享受一段非常美好的幸福时光 那你周围的人呢 也是对你非常的友善 也是愿意去帮助你的 所以在未来这90天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情呢 或者是你有任何需要投资的事情 或者是你有任何机会想去抓住的话 都努力的可以扩散给别人 让别人知道 你需要投资者 你需要合作者 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帮助 那周围的人呢 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帮助你的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启示 那另外呢 世界这张牌卡也代表着在感情中 当然就是非常快乐 非常美满的状态 如果在恋爱 在婚姻中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伴侣在未来90天是非常棒的 他应该可以配得上最佳伴侣的头衔 他会守护你 体贴你 按你的要求去行事 并且呢 尽量做得最好 他也会去努力的讨你的欢心 会是一段永恒的爱恋呢 那如果是在不同国家 或者是不同城市的一对恋人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见 即使你们不在一个地方 但是呢 你们的感情仍然是和谐长久的 仍然是稳定的持续着的 这样的一种恋情 仍然是充满着罗曼提克互相的 非常的思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在单身的朋友呢 很可能在我们的未来90天会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哦 嗯 这种喜欢的人呢 可能不一定要开始跟他发展成恋人哦 可能会有人让你心动的这样一种状况 如果遇见这样的人的话呢 可以多去了解一下 可以多去认识一下 如果有时候呢 会经历一些擦肩而过的这样一种浪漫 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话 你也会迟迟的记在心里 会感受到这种非常浪漫的这种激动感的 因为美好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全部拥有啦 人生中有这样一些美好的邂逅 或者是擦肩而过的这种感觉 也是蛮奇妙的 那另外 我们这边出现了两张牌卡 一张是月亮的正位 一张是魔鬼的正位 就是在这边呢 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警示哦 不要让自己乐极深悲 不要让自己得意忘形了 当然我们人生中不可能说有一段时间 什么事情都是非常顺利的 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好运的 那这种趁着自己好运气的能量下呢 只要让自己更加的理智 只要让自己不太情绪化 不要去乱拜自己的好运的话呢 就是可以让能量还是在一个持续稳定的这样的状态下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太情绪化 比如说乱花钱啊 乱投资啊 过度的吃喝啊 过度的去不注重自己的睡眠 那可能就会在健康上面有一些影响了 所以呢 在未来这90天要注重一下锻炼了 那另外呢 在感情中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有些喜欢或者是对你有些甜言蜜语 然后你就开始跟别人暧昧不清了 或者是去进入到一种不太正常的这种爱情中 只要你不怕受伤的话是可以进入 但是呢 如果你跟别人太多暧昧的话 那么这样对你自己其实内心也是有伤害的 你还是依然觉得空虚 你还是不会让自己觉得是有幸福价值感的 在这个地方呢 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让这种情感的混乱去蒙蔽了你自己的这种理智哦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讯息就是 有的朋友可能会被流言所困哦 这种流言所困呢 可能带着一些欺骗 可能带着一些利用 在这个地方呢 要好好地注意一下 比如说 有的人在你面前去故意说别人坏话的话呢 你就听着不要说话就OK了 那另外呢 如果有的人在你面前说你朋友的坏话 或者是你认识的人坏话 你就不要对别人有偏见 说坏话的这个人呢 你肯定就要注意一下 是这样一个八卦的人 或者是他说这些坏话 他的目的是什么样 那这种人呢 其实你要防着一点 因为他敢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的话 他可能也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 那另外他说的那个对象呢 你不一定要听信他的 而是你真正的了解 认识之后 你自己做评断 因为每个人的判断力不一样 每个人的世界也不一样 不要被别人的一些流言蜚语 而去改变 或者是引导了你的思想 本来你对他讲的这个对象呢 印象还是不错的 你觉得人家对你也是蛮亲切的 但是听他讲他的坏话之后呢 你就开始对他讲的这个对象呢 有很多偏见的话 这些是不太利于你的好吗 其他倒是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 就是呢你会在未来的90天对未来充满着还非常积极阳光的这样的一种期望 你自己也是充满着正能量的每天都保持着微笑 而且很多思想上面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灵感也是很健康的 不会是有很多消沉啊或者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这是非常棒的 对未来有更多的好奇心 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心 让你的运气也越来越加持哦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天使们会给我们哪些启示讯息 首先第一张牌卡是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有时候做事情或者是有些想法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过于固执了 有时候呢也不要去钻牛角尖 条条道路通罗马 总有一条道路是适合你的 此路不通就往别的路走就好了 如果在一条道路上你觉得非常的有压力 非常的不开心 并且呢每天让自己都是担惊害怕的 那你就不要去得那个结果了 就要开始转向好吗 走上一条阳光轻松的大道呢 会让你心态更好 会让你能量更高 也会让你更有成就的 有时候呢我们把自己陷在一种结果上面 把自己陷在一份事情上面 觉得好像我们必须成功 我们必须坚持才OK 没有那么多的坚持 人生何必苦了自己呢 让自己那么辛苦的去生活 不如让自己非常快乐的去生活 好那第二张牌卡就是yes 在未来90天呢 请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请你相信你自己 肯定你自己 并且让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心 肯定你的人生 肯定你的未来 肯定你自己的想法 即使你这件事情 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结局 但是只要是你想去做的 只要你去想去经历的都是OK 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种 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绊终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经历的 只有我们的成长越多 只有我们经历越多 我们人生才会更丰富 我们才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呢大胆勇敢的往前进吧 不要害怕自己做错 只要是你自己想去做的 只要你问心无愧 只要你不留遗憾就OK了 好第三张牌卡就是丰富 对这也是非常棒的牌卡 其实我们的牌卡 都给大家一个讯息 在未来90天 真的大家都是会有资金进账的 你会有丰富的机会 会有丰富的人员 会有丰富的体验 也会有丰富的资金 那会有意外之财 也会可能会受到家人的投资 或者别人的赞助 所以都是有钱财入账的 这也是非常棒的 有可能这个钱财 并不是说亿万加财了 但是说这个钱财 让你收入也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可能会收到一些物质的奖励 或者是财富的奖励 或者是一些投资 都是非常棒的 那亲爱的朋友们 在未来90天 大家都蛮幸运的 那趁着这个幸运的时刻 我们也可以多去做一些好的事情 我们多去做一些保护大自然 做一些环抱的事情 哈喽 今天朋友选择 可以去组牌一些树木啊 那这些呢都是会让它更加的加持 更加的长久 更加的往固的好漫画中的爱 未来这90天 你会认识到你是有多么的有力量 你是有多么的有魅力的一个人的 祝福大家在2021年玩得愉快 在地球玩得愉快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二组排卡的朋友 引领你们的女神呢是弗里亚 弗里亚是北欧神话中于爱 美 生育 性别 战争 黄金有关的女神 是一位非常有力量的女神 弗里亚告诉你 每个结局都是另一个开始 幻想被揭示和释放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在未来90天呢 你会有一些新的机遇 你会有一些新的开始 有可能曾经呢 有些事情是结束了 不要悲伤或者是不要担心 那因为任何事情 在结局之后才会有其他的事情到来 才会有新的开始 而下一次这个新的开始呢 你将会更加的有智慧 你将会更加的理性 你在思想上面也会更加的看到 真实的一些事情 那任何的幻想或者是任何的虚假的一面呢 都会被你真实的看见的 你是有着第三眼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同时你内心的渴望 你内心的期望都会被释放 还有一种梦想成真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塔罗牌会给我们哪些提示讯息 哪些提示讯息 首先第一张牌卡是改变 第二张牌卡是一个会议 一个meeting 第三张牌卡是高的荣誉 塔罗牌是五角星王牌 正位 宝剑骑士正位 五角星八 以及权杖六 宝剑九 宝剑四重 接下来呢 还有我们的天使牌卡 最后再来看一下天使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来看一下塔罗牌 告诉我们具体可能在未来90天 会发生一些什么样好的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 在未来90天 你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会有一个机会 或者是一个机遇出现在你的面前 这个机遇可能是别人给你的 或者是有的人会遇见贵人 给你一些项目 或者是有的朋友 可能会通过跟一些智慧的人 进行一些商讨 或者是进行一些会议 然后从中抓到一些机遇 抓到一些机会 所以再加上我们这边出现了 塔罗牌的五角星王牌 所以在未来90天 会出现新机会 会出现新工作 会出现新商机 会出现新机遇 而你会牢牢的抓住他们 这是非常棒的 是一个人生有好的转折 然后可能会对你的人生生活状态 有一个更高质量的这样的一种转变 同时我们可以看见 在未来90天 我们出现的保健骑士这张牌卡 以及我们的全账六的这张牌卡 可以看见你做事情是有高效率的 并且呢 你会达到一定的成就 你会专注自己的梦想 会专注自己的意念 会有强大的念力 强大的信念 并且保持向前大步前进 那这些事情呢 都会让你完成一些实际的一些目标 或者是完成你心中的一些小小的愿望 这是非常棒的 心中的一些事情呢 你会终于把它完成了 终于有一个结果了 而这个结果呢 就是好的 所以在未来90天 如果有人邀约你 不管是任何邀约 只要你多去介入 多去参加的话呢 可能会给你一些很多的灵感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想法 当然是那种酒肉局就不要去了 是那种比较正式的这种约会啊 或者正式的这种见面啊 或者是可以去认识一些成熟的人 有智慧的人啊 这些呢 都是会让你收获到一些创意 都是会收获到一些想法的 那我们这边出现的是 五角星八 这张牌卡也可以看见 在未来90天 你会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 你会培养自己的社交的能力 你会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 并且因为你自己有强有力的行动力 所以你会在 不管是工作中 项目中还是学习中 你都可以去发展自己的技能 去展现自己的才华 去激发自己的潜能 这些呢 都是会让你有更大的一种能量的 这种能量呢 会让你在机会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一种准备好的状况 那你就可以去做足够的应付 或者是足够的提升 足够的去建立 另外呢 我们这边还出现一种高荣誉的牌卡 有可能这个转变呢 并不是说是有多少的财富进上 但是呢 你做的这些事情 是让你会受到别人的肯定 受到别人的尊重 受到别人的欣赏 你会得到很多人的敬佩 你会受到很多人的赞扬 这是非常棒的 那你的这种能量呢 也是会被很多人看见的 这是非常棒的转变 在未来90天 你会有很多聪明的想法 你会看见自己的成长 你会看见自己有很多新奇的 并且非常有智慧的一些思想 这些想法呢 都会给你带来一些 很好的创造力 那当然也有赚钱的想法 当然了 你也会寻找到 你自己未来的一些目标 或者是会清晰的看见 什么事情对你是有利的 那什么事情呢 是你可以避开 不去行进的 不会再去犯同样的错误 或者是不再会去进行一些重复的模式 而你这种转变呢 是会让你看清楚自己的未来将越来越美好 自己呢也是越来越强大的这样一种状态 非常棒 那我们这边出现了保健9的这张牌卡 那可能呢 要给你一个提示了 就是说 当我们很努力的拼搏 看见自己的未来越来越美好的时候呢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了 有时候呢 还是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 不要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全部都放在事业上了 或者是发展在自己的人际关系培养上面了 自己呢 还是要给自己独处的时间 还是要注重自己的生活规律 还是要让自己呢 有一定的时间去健身 一定的时间去锻炼 这样呢 才会让你的精气神 一直都保持在一种积极正面阳光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才会让自己有足够的能量去发挥的 也可以让你自己随时都保持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 接下来看一下 天使们要给我们哪些启示提示讯息 首先第一张牌卡是 请你等待另外的几个月的时间 有时候呢 让自己多一些耐心 并不是说如果我运气开始变好的时候 就明天我就变成报复了 或者是明天我地位就升高了 我就是受人尊重的了 不可能 我们的人生是一步一步稳步向上爬的 我们自己的能量也是慢慢开始提升的 只要你充满耐心 只要你让自己一直在进取 让自己不断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也愿意去征服任何的困难 任何的麻烦 也相信自己可以克服任何的麻烦 在几个月时间之后 在一段时间之后 你自己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些成就 你自己就可以看到有些事情开始慢慢成功了 你自己就可以看到你的能量正在慢慢被你发掘 这是非常棒的 那另外呢 天使告诉你 No need to worry 对任何事情不要担心 不要着急 不要焦虑 那这张牌卡呢 就跟我们的保健酒有点联系了 如果有些事情在当下可能你并不满意的状况 没有关系 一切事情都是在往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的 只要你有足够的意念 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的话呢 一切都会被你征服的 不用去过多的焦虑了 是你的 他一定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再去追逐 再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再让自己去死死拽住 也是没有用的 顺其自然 听天由命 该成功的时候一定会成功 我们等待天时地理人和的那个时间 好吗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了 放轻松 你越轻松越自在 笑容越多的话 能量越高的话 那自然很多事情都会被美好所环绕的 好 第三张牌卡就是重新考虑 你现在心中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有一些着急的事情 或者是一直有一些心结在心中的话呢 可能你要多一个角度去考虑一下了 可能现在有些事情你正要去做决定的话呢 可能你也需要三思而后行呢 不要着急 好吗 所以任何事情呢 如果你已经开始左右为难呢 或者是你觉得有些犹犹豫豫呀 或者是你不愿意现在就开始去实施的话 那一定潜意识里面你是有一些清楚可能会遇见什么样的麻烦 你是目前能量下是没有办法征服的 所以呢 并不是说一条道路我们一定要通道直 而是呢 完成一件事情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条道路 哎 想一想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更好的一条路呢 现在呢 停下你的脚步 先好好的我们去感受一下生活 好好的对事情呢 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 当你在一种放轻松 自在舒适的状况 并且在一种喜悦的能量下的话呢 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才会更加的清晰 才会更加的明了 请你不要担心 请你呢 重新考虑一下 请你呢 再多一些耐心 很快 你的人生将进来大的转变 很快 你就有机遇出现 你就会抓住的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亲爱的朋友们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的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三组排卡的朋友 与你们做连接的呢 是慈善的美德 那在神学上呢 是有七个美德了 就是七个天上的美德 有真洁 勤勉 谦逊 善良 忍耐 那是爱 节制与慈善 而慈善呢 是最优秀的美德 慈善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最终完结 其中有两个部分 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的爱 这包括对一个人的爱和对自己的爱 所以呢 慈善美德给你一个讯息就是祷告和沉思 与天堂连接 在未来九十天呢 请你多做一些祷告 请你有任何的想法 有任何的需求 你都可以向天使进行一个要求 需要他来帮助你 要求天使来帮助你完成梦想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未来九十天呢 天使将吸收到你的需求 如果你不做一些祷告 如果你不告诉你的指导灵 或者是你的守护天使 或者是宇宙来帮助你的话呢 可能你就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确定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确定你想受到什么样的帮助 在未来九十天利用宇宙吸引力法则 你将会吸引到你想要的任何的一些愿望 愿景哦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讯息 好 接下来看一下 在未来九十天 塔罗牌告诉我们 具体可能会发生哪些好事呢 第一张牌卡是 哇哦 大量的资金 第二张牌卡是 好人 会有贵人出现哦 第三张牌卡是 房子 财务上面满满的哦 好 第一张塔罗牌是 保健八的真卫 权杖骑士 正位 教皇 正位 圣杯骑士 正位 权杖国王 以及圣杯三 最后呢 还有我们的天使牌卡 天使牌卡给我们的取势呢 我们最后再来听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塔罗牌 给我们的预测占卜讯息 那就是忙铃忙铃忙铃在未来九十天呢大家会有财富进账哦大家呢有可能有的朋友会获得父母的资助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获得别人的投资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在财务上面呢得到一些资金的进账或者是得到一些奖励哦这是非常棒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去购买一些不动 共产比如说房屋啊或者是汽车啊或者是很大件的一些财务因为你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这些了有的朋友可能会把自己的房贷全部还清这是非常好的那大家都是有金钱入账自己呢也是看到自己财务理财的这种里程碑了看到自己一直在一点一点的积蓄自己的财富也越来越来越来越多的积累所以看见自己实际上是有理财的智慧的 这是非常棒的那另外呢塔罗牌让我看见除了资金的突然的涌入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见你在未来90天向一个权杖歧视一下无所畏惧 勇于做出任何的决定勇于去接受任何的新事物勇于去接受任何的挑战你的这种愿意去征服所有困难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的哦 所以在未来90天呢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出现会让自己获得很多解决的方案让自己呢一直程序在一种非常正的积极的这种战斗能量下可以在任何事情都会去做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同时呢在人际关系上你也会去创造更好的团队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在事业中或者是在生活中出现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会遇见自己的贵人这个贵人呢有可能是给你带来资金有可能是给你带来机遇有可能是给你带来商机有可能是想寻求跟你一起合作或者是给你一些新的idea或者是给你一些思想上面觉悟的引导哦 这也是非常棒的那另外呢有的同学可能是会与自己的学长或者是同学一起用功而获得老师的表扬或者是呢完成了一些学业上的项目获得一些有意有利益的一些事情呢 让自己呢可以达到一个小小的目标的完成这也是非常棒的那在人际关系上呢我们在社交的这种环境中呢也是有很好的表现力也是有很好的体现力的我们可以去在任何的社交场所都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人脉都可以去展现自己的魅力都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这种亲切感 都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迷人的光芒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哦在这种庆祝活动中呢你不用羞涩你也不用说害羞你只要去真实的表现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真实的表现你自己的个性展现你自己的才华的话呢可以看见你会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你会受到很多人点赞你也会受到很多人想与你合蒙这样的一种状况的那你会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哦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你是一个慷慨的人你是一个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你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所以在人际关系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那会受到很多人的爱戴的如果说你已经在关系状况中呢权杖国文的出现 我们可以看见在恋情中呢你也是充满着活力你也是积极的去创造拥有很多行动力去创造你们感情中的激情去创造你们的浪漫让在对方眼中呢会越来越欣赏你会看见你非常的帅气或者看见你非常的漂亮并且呢也会看见你的这种感性性感的这样的一种魅力哦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你去参加这些人脉的活动啊或者是社交的活动啊大家都会感受到你的这种超凡 玩魅力的大家都会看到你的独特的个性会看见你有优质的气质并且呢讲话谈吐也是非常有逻辑性的总之在未来的90天大家都可以很好的去发挥自己的魅力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呢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这边呢还出现了一张保健8的牌卡保健8的牌卡呢就是提醒你了在任何事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动坚持你的积极去征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坚持你的主动就不会错失机会好吗另外呢还告诉你在有困难发生的时候呢或者是有一些不知所措茫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做任何的决定让自己沉思下来静下来好好地与自己的内在进行连接聆听一下自己的直觉当自己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呢再去做任何的决定因为在自己高能量的时候呢做任何的决定呢都会是对你有利益的在自己低能量消沉的时候感觉到一种疲倦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去做任何的决定呢可能会让你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是不太有利于你 你自己的决定好吗希望你放轻松一些保持你积极的能量拓展你自己的视野更多的呢去参加聚会参加活动展现你的能力在未来的90天呢大家都会有很好的一种进步大家都会完成自己的一些小愿望在财富上面呢会有资金进账那在人际关系中呢也会表现得很好哦 那只要你更加的大胆更加的勇敢更加的主动的话呢也会抓住身边发生的机遇的那这种机遇呢很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工作那或者是呢一个机会或者是呢一个项目不管怎么样哦在未来这90天大家都会感受到慈善 都会感受到美德都会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的好吗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天使牌卡会给我们哪些启示讯息首先第一张牌卡是 所以说冥想是可以帮你寻找到答案的冥想是会提高你的能量的如果在自己心情烦躁的时候或者是有些茫然的时候或者是如果可以或者是你希望自己的人生状态更加的美好你希望呢自己更加的与自己内在进行一个连接有更加增长智慧的话呢亲爱的朋友每天坚持着冥想会帮你排出所有的 的杂念会帮你排出所有的这种疑惑会让你更加的认定自己内心的想法会让你看清楚人生的意义会让你进入更高层次的思维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坚持着冥想绝对是没有错的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见You are ready其实呢很多事情你已经准备好了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呢你会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只要你抓住它的话呢 那你就会完成你就会达到成功你就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你现在是有积极而且是有足够的储备能量的只要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是OK的你已经准备好了成功即将到来了那最后这张牌卡呢就是妥协跟平衡 有时候呢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一些克制或者是给自己太多的束缚或者是给自己太多的一些逼迫了那有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听天由命任何事情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最终这个结果呢如果不是你期望的那个样子 你也是顺其自然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不成功或者是自己不够能力不要去怀疑自己只是任何事情它都有其他的安排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期望的代表着天使或者是命运已经给你安排了其他的所以放心了任何事情呢我们都带着一种妥协的心情 我们都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都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保持这样的一种阳光能量的话呢就可以看见在未来90天你会感受到爱的这种爱呢是上帝给你的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爱以及身边的人给你的爱的支持这是非常棒的祝福以及未来非常棒的90天的这种生活享受的状态哦好那希望呢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们 你们真的是要每天去坚持做一下冥想了会让你们运气越来越棒的会让你们的人生越来越完美的好吗请你接受天使的祝福与启示讯息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祝大家在地球玩的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